马上带您来关心 魏犬龙拉拉队女神李多慧 10号凌晨在脸书发文控诉 遭到跟踪拍摄让她身心俱疲 随即前往傅佑警察队报案 还累撒记者会 事后传出偷拍人是疑似是狗仔 经纪团队也发声明表示会坚持提告 等同一跟周刊杠上 双方各自一词风波时序延烧 而今天下午李多慧出席 医美集团的代言记者会 和男模一同热舞 看起来精神还不错 但那听段最新回应 担心多慧 那多慧可以跟粉丝报个平安 就说民事啊这样好不好 真的没事 就是加油 好不好 对 军队提告及周刊指控 行车违规的问题李多慧 没有多做回应 但最后笑容满面 跟粉丝报平安 团队也回应 目前已经配合警方程序处理 盼让争议尽快落幕